台湾高鐵由27日開始 網路訂票的旅客可以選靠窗 或者靠走道的位置 商務車廂還可以市定座位 而8月3日起 便利商店就可以享受這項服務 預計3個月之內會擴大到高鐵手機APE 高鐵服務再升級 這個月27日開始 台灣高鐵將會開放網路系統訂票選位的服務 民眾可以依照喜好選擇靠窗或者靠走道 如果是搭商務車的旅客 還可以指定座位 透過網路訂購標準車廂 系統會出現靠窗優先或者走道優先的選項 如果是商務車的旅客 還會顯示座位圖 馬上就可以知道車廂哪裏有空位 如果突然想換位 還有機會可以重新選位 至於未來會不會開放一般車廂旅客指定座位 高鐵公司表示目前還不會 高鐵公司亦都提醒民眾 如果位置被選了 系統還是會自行配置適合的座位 建議旅客確定行程之後盡早訂位 才有機會選擇到中央的座位 而8月3日開始便利商店就可以享受這項服務 預計三個月之內會擴大到高鐵手機APP 關門 好 謝謝